导弹和鱼雷结合才是反舰的未来 可以试想一下 鱼雷在发射初期在空中飞行 等到快接近目标时转头进入水中 规避敌方密集阵防空炮火的攻击 最后以水下攻击的方式 机会敌方军减或潜艇 这种攻击方式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既有了导弹速度快 射程远 精度高的优势 还具备了鱼雷威力大 难以拦截的特点 二者强强联合 潜艇想拦截都没办法 揍军舰也不是不行 可惜的是 这种骚操作不是火力军首创 而是早就有了 各位可以叫它反潜导弹 或者是火箭驻飞鱼雷 也可以看作空中飞行的快速远程鱼雷 或者是水中航行 隐蔽攻击的导弹 长得也跟普通的导弹差不多 只是结构稍微有点区别 比普通的导弹多了一个助推器和减速散 战斗部基本上都是制导鱼雷 或者河深水炸弹 从功能上来看 反潜导弹其实就是反舰导弹的一个分支 只是稍微大了一点罢了 一般情况下 反潜导弹长6到8米 飞行速度1到2马赫 毕竟是火箭助推 射程想飞多远飞多远 进程20公里以内 远程的能达到100公里以上 反潜导弹的打击方式跟火力军开头说的差不多 潜艇或者军舰发射反潜导弹 导弹在飞到一定高度后 火箭发动机与弹体分离 导弹进入水平巡航 或者以抛物线的方式到达目标上空 然后根据遥控指令 从鱼雷尾部拉出来一个减速伞 减速入水 随后开始自动搜索追踪和攻击目标 从攻击模式上看 反潜导弹完美地继承了导弹和鱼雷的优点 顺带扔掉了二者的缺陷 比如说反潜导弹的速度 现在的导弹都已经是超音速高超音速了 俄罗斯的高尺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速度8马赫 普通的反舰导弹也是超音速突防 比鱼雷快得多 反舰导弹都已经抵达目的地了 估计鱼雷刚走了三分之一 导弹不仅快射的还远 射程稍微远一点的导弹都是三四百公里 就比如高尸最大射程400公里 印度的布拉莫斯反舰导弹 末端突防速度2.8马赫 最大射程也有350公里 与此相比 鱼雷无论是速度还是射程都是地底 这里我们说的是常规鱼雷 像波赛东这种重量高达100吨的核鱼雷 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毕竟跟其他的鱼雷不在一个档次 世界上最有名的MK48重型鱼雷 速度也就比60节高一点 差不多每小时111公里 射程也短得可怜 主动制导模式38公里 被动模式下50公里 法国的电动力F2-1重型鱼雷的航程也是50公里多点 而反潜导弹则没有这个缺点 速度虽说不至于高超音速 但是也超过一马赫 毕竟是利用火箭助推器在空中飞行 速度比鱼雷更快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鱼雷在水中运动时 需要克服雨水的摩擦力造成的粘性阻力 这种大约是空气阻力的1000倍 所以就注定了在空中飞行的反潜导弹的速度 要远远超过鱼雷 鱼雷想要跑得快 就要发展超空炮技术 当物体在水中的运动速度超过100节时 后部就会形成水蒸气泡 产生超空炮流体 简单来讲 就是鱼雷的速度达到一个临界值之后 在周围形成一个气泡 可以降低鱼雷在海中运动的阻力 就比如俄罗斯火箭推进的风雪超空炮鱼雷 速度能提升到200节 大约370公里每小时 只是现在超空炮技术并不成熟 能用来揍军舰的基本没有 同时反潜导弹也继承了鱼雷威力大的特点 水下攻击加战斗部制导鱼雷 现在的反舰导弹打击目标时 都是开瓢打法摧毁敌方的大脑 攻击舰船水线以上的侧弦及上层建筑 摧毁舰船的重要舱室和电子设备 舰船虽然没沉没 但是结果差不多 基本等于一个植物人 啥都干不了 根本不用补刀 而鱼雷与导弹完全不同 反舰导弹的爆炸是在空气中 空气是可以压缩的 对爆炸的威力起到了缓冲作用 而鱼雷是在水下爆炸 水的密度是空气的835倍 能将爆炸产生的威力完全传递到目标上 所以只要不是阉割版正常发育的鱼雷 威力都比反舰导弹要大 而且鱼雷比较阴险 通常都是后路 在舰底爆炸后 冲击的能量可以以每秒6000到7000米的速度迅速膨胀 强大的冲击波可以直接击穿船体 并进一步冲击其他舱室 直接将军舰拦腰斩断 按美军要求 MK48只需命中1到2枚 就可彻底摧毁一台台风级核潜艇 命中5枚就可以摧毁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 只是鱼雷威力大归大 在当前各国的海军发展中 都是将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作为重点 鱼雷的王座已经被导弹夺走了 主要原因还是在二战后 声纳探测技术的发展速度直接起飞 导弹的优势在于它的速度和精确打击 鱼雷的优势就是隐蔽 可现在鱼雷的优势随着水下技术的发展 早就丧失完了 比如说潜艇性能的提升 潜艇的航速达到35接以上的时候 再使用低速的鱼雷反潜就已经不行了 而且潜艇的探测距离也是越来越远 比如水下声纳系统 只要你鱼雷刚溢出发射管 它的轨道就被算出来了 潜艇就很容易干扰成功 这个时候再用进程鱼雷反潜就等于自杀 但是对于热动力鱼雷来说 航速与航程是呈反比的 鱼雷的速度越快 制导控制的误差就越大 命中目标概率低 就等于威力下降 之前一发就能干掉的潜艇 现在两发才行 为了更好的对付潜艇 这才有了速度更快射得更远 威力一样还能在空中飞行的鱼雷 也就是反潜导弹 与普通的鱼雷相比 反潜导弹的性能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能以更快的接敌速度 更大的射程范围攻击敌方舰艇 反潜导弹在空中飞行的速度 能达到鱼雷水下航速的10倍以上 射程也大大超过了鱼雷的航程 反潜导弹发射后 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将鱼雷送到目标附近 发射范围也比普通的鱼雷广 用鱼雷发射管发射鱼雷时 要求发射舰艇必须占领合适的阵地 这不就浪费时间了 甚至会一物战机 在发射鱼雷之前被敌方舰艇干掉 反潜导弹就不用了 只要敌方舰艇在射程之内就可以发射 特别是垂直发射系统 攻击灵活性更大 不需要舰艇转向机动 在360度的范围内都可以发起攻击 除此之外 反潜导弹的命中率也比鱼雷更高 普通的鱼雷在水下航行的时候 不仅会受到海矿等自然环境的影响 而且也容易受到各种人工干扰 毕竟鱼雷跑得慢 路上都要花十几分钟 按照现在的反潜技术 估计鱼雷刚跑到半路就被敌方发现 然后就会遭到各种干扰 想命中基本不可能 反潜导弹则是在空中飞行 敌方潜艇想干扰也没办法 而且在入水后已经距离目标很近 潜艇很难及时发现并拦截 而且鱼雷在入水后也能自动搜索 跟踪和攻击 攻击舰艇的概率更大 反潜导弹不仅性能好 玩的也花 它的发射平台和发射方式那就一个五花八门 按照使用平台的不同 翻潜导弹可以分为舰用翻潜导弹和潜用翻潜导弹 甚至还有机载翻潜导弹 发射方式也可以是倾斜式发射架或者垂直发射 按照弹道形式的不同 又分为弹道式和巡航式翻潜导弹 舰用的代表人物阿斯洛克 潜用的代表人物海长矛 而且二者也都是垂直发射方式 其中韩长猫还使用了大力神助推器 最大射程从55公里增加到了100公里以上 总的来说 翻潜导弹揍潜艇那就是张飞吃豆芽 小菜一碟 那么这种翻潜导弹 能不能当作鱼雷攻击军舰 火力军的看法是能 毕竟现在军舰防鱼雷的性能不怎么样 反鱼雷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方式 被动式和主动式 其中被动防御可以分为舰艇的防雷结构 反鱼雷网等设备 其大体原理是 鱼雷是碰撞爆炸的触发隐性 因此只要把鱼雷在舰体主要结构之外提前引爆 就会降低鱼雷的杀伤性 所以军舰除了隔舱密布之外 大型军舰舰体的一大特征 就是拥有防鱼雷结构 之前的一些航母和大型的驱逐舰都有这种结构 舰体往往看上去比较宽大 防鱼雷网则是在舰体外布置一层网状结构 起到提前引爆鱼雷的作用 其原理和防鱼雷结构是一样的 主动的鱼雷防御方式技术难度就要高很多了 主动防鱼雷方式就需要对鱼雷进行探测 然后发射不同的武器来拦截鱼雷 比如俄罗斯比较常用的方法 就是使用反潜火箭伸弹进行密集投放 在鱼雷航行的路线前 形成爆炸区域拦截鱼雷 鱼雷航行的速度也不过几十节 很容易会被反潜火箭伸弹拦截 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就是对鱼雷发射反鱼雷弹药 碰撞拦截 比如美国的反鱼雷CAT 它发射出去后 可以对航行上的鱼雷进行搜索 然后主动接近鱼雷进行碰撞拦截 这种拦截方式的技术难度就比较大了 但是拦截的概率也不低 除了以上拦截方式外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改变物理场的环境 这主要针对生磁鱼雷 或者尾流自导鱼雷 算是一种软式拦截 不再是硬碰硬 比如干扰器 七目弹和诱饵 按作用类型 可以分为抑制和诱骗两种 抑制就是降低或破坏对方的探测能力 比如干扰器 或发出强烈噪音 覆盖一定范围的频段 掩蔽被探测的目标信号 或对准探测设备的频道 或者发出扫频干扰信号 剪辑地进入对方频道 破坏其接收效果 七目弹则可以理解为 在一定范围的空间信道上造成阻塞 诱骗是指模仿真实目标的感应物理场 比如模仿真实潜艇的辐射噪音 或对主动探测信号给出应答脉冲 以模仿潜艇回波 使对方发生错误判断和跟踪 达到掩护军舰的目的 但无论方法怎么多 现在军舰反鱼雷的几率并不大 毕竟现在的鱼雷 已经不是之前那种近程鱼雷 都是潜艇躲得老远 偷偷发射远程鱼雷 军舰防鱼雷攻击主要是抓潜艇 从根子上防止被鱼雷打击 但潜艇也不是好惹的 潜艇就是用来打军舰的 而军舰并不是专门打潜艇的 军舰既要防潜艇又要防空防舰 还要防电磁干扰 所以是一身兼数值 潜艇可是集所有高技术于一身 就对军舰感兴趣 另外 虽然现在反潜技术多样化 但声纳依然是主要手段 其他的没有一个能做的比声纳好的 而潜艇玩声纳可是老本行 所以军舰和潜艇对抗 并不占优势 这一点和反导系统差不多 效果也是和反导系统一样 导弹仍然难于防御 而军舰防御雷措施也是处于被动 现在军舰的发展反潜越来越重视 也说明防御雷措施 最有效的手段是把潜艇给抓住 等潜艇发射鱼雷之后 防御雷难度更大 可以说军舰防御雷难度大于防空 反舰主要是鱼雷跟潜艇搭档 潜艇的隐蔽性是一个难点 常规的潜艇还好 但是核潜艇是真的没有办法 而且反潜虽然投入大 反潜机反潜探测系统发展很快 但探测的主要手段没啥变化 就一个声纳 而鱼雷的水下爆炸威力 在海水的作用下被放大 对军舰处于一击必杀的态势 危险性远大于反舰导弹的打击 最终的结果就是 军舰反鱼雷措施并没有绝对成熟的手段 对于鱼雷的拦截依然处于探索阶段 说直白点 所有的手段都是停留在纸面上 实际如何还没人操作过 从军舰和潜艇的攻防演练来看 也不乐观 潜艇依然占据优势 特别是对于已经发射的鱼雷的防御 军舰拦截的手段并不多 所以反潜导弹也能客串一下反舰导弹去揍军舰 可能会有老铁表示不可能 确实对比鱼雷而言 反潜导弹几乎全是优势 但对比反舰导弹 反潜导弹还有一定的劣势 比如反舰导弹在最后阶段都是蛇行走位 反潜导弹不行 另一点就是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更难拦截 自身携带的动能加上战斗部威力也很高 反潜导弹更是想都不用想 而且我们上面说 军舰不少打鱼雷还是因为潜艇的缘故 而且普通的鱼雷又不会在空中飞 避开了军舰的防空系统 而反潜导弹不一样 它是在空中飞行的 这时军舰的防空系统就能派上用处了 所以反潜导弹想要揍军舰 就需要注意在减速阶段 会不会被敌方的防空导弹逮倒 毕竟军舰的本质就是防空 防导弹的实力要比反鱼雷更强 所以如果要打军舰 入水时的降落散模式就不能再用了 利用弹道式的飞行轨迹飞到目标附近时入水 再利用超空炮技术 使鱼雷快速接近目标军舰 然后完成单杀 只是按照现在反潜导弹的性能去揍军舰 可能还会反被揍 成功的概率没有反潜高 比如末端机动 反舰导弹在最后的突防阶段 基本上都是蛇皮走位 用于迷惑军舰的防空系统 而且偏偏速度还不慢 防空实力差点的军舰根本不知道怎么拦 其次就是高超音速 这个更难拦 估计军舰刚发现敌方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就被炸了 根本来不及拦截 所以想要暴揍军舰 反潜导弹也需要进化 比如隐身的反潜导弹 当然也不需要全阶段隐身 想要弹道式的飞行轨迹 火箭发动机就是最实惠的选择 毕竟火箭发动机的屁股上 有一道明显火光 可以进化的反潜导弹 在上升期间可以不隐身 但是下降阶段 或者直到导弹入水前 一直处于隐身亚因素飞行 以达军舰附近之后 导弹落入水中 再使用超空炮技术 快速接近军舰 然后以发入魂 摧毁敌方军舰 火力军认为 这个进化版比隐身的反潜导弹更强 毕竟隐身的反潜导弹是亚因素飞行 如果被敌方的反隐身技术发现 很容易就被拦截 但是这种鱼雷不一样 我就告诉你 我在这里 你都拦不住 跟高超音速反潜导弹是一个级别的 只不过这种进化版本的反潜导弹有点难研发 一个是老生常谈的隐身技术 另一个就是超空炮技术 现在的超空炮 鱼雷采用的是火箭发动机 形成超空炮的过程会产生非常大的噪音 一旦超空炮鱼雷发射 它的噪音将不可避免的被敌方雷达侦测到 相当于给敌方提前预警 另一点就是机动性和导航能力差 超空炮鱼雷的原理决定了 它一旦发射 航线就一定要是直线 一旦改变方向 鱼雷前方的超空炮就会破功 所以一开始的超空炮鱼雷 甚至没有使用导航系统 可以说超空炮鱼雷就像现在的弹药一样 只能瞄准发射 发射之后没法管 后来的超空炮鱼雷已经采用了折中的方式 先用超空炮技术接近敌人 在启动制导系统击中目标 这无疑降低了超空炮鱼雷速度快的优势 总的来说 在揍潜艇这个领域 反潜导弹的实力已经可以了 但想要打军舰 还需要继续努力 特别是如何解决 超空炮鱼雷的制导问题 一旦解决 有了速度和精准的优势 其实鱼雷在水下 能不能隐身的问题就不重要了 毕竟按照反潜导弹的攻击方式来看 最后的那个阶段时间很短 军舰根本来不及反应 所以在反舰领域 导弹加预雷 就是出了高超反舰导弹的另一条路 对此各位老铁是如何认为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欢迎各位老铁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